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我回答两位网友的问题 在回答问题之前 我把一个通知说一下 这是我有几个客人 他们明天要去参加一个纪念活动 他们是从香港来的 我到网站上去 就是一个Facebook上面就看了一下 确实有这个活动 就是8月31号 在2019年8月31号 香港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香港有一个叫太子战 当时的示威活动 那个是傍晚的时候 警察过度使用暴力 造成人员伤亡 那么这个事情 去年港人在英国也有举行活动 今年他们照样举行活动 在英国它有好几个城市 他们都搞活动 我把几个主要城市的时间说一下 然后我会把这个 那个Facebook的这个连接 时间表 发在这个网站下面的那个简介里面 你们找一下 然后点击进去去看一下时间 大致上呢 英国有以下几个城市 他们搞活动 博明汉 Bristol 还有是那个剑桥 Cambridge 还有是爱丁堡 还有那个就就亚斯达 叫Axt 还有叫就下面呢 立志也有 立物浦也有 伦敦 曼城 Nuttingham Redding 是这个南 韩普顿 就叫South Hampton 但是South Hampton呢 今天已经 举行完了 所以呢 已经来不及了 我就不 现在把伦敦 曼城 博明汉这些说一下 伦敦是8月31日星期二 也就是明天 是下午6点半到8点半 是在Pictory Circus 那么大家如果伦敦的这个网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支持一下香港同胞 另外曼城呢 也是8月31号 它是时间也是6点30 下午6点30 到晚上6点 那个8点30 它的地址叫 Son Peter Square 这个地方他们有活动 然后立物浦呢 也同样 是下午5点钟到6点半 也就是一个半小时 叫Church Street 在立物浦 然后呢 我这里再看一下博明汉吧 博明汉是8月31日 是叫High Street 那个时间是下午5点到6点 这个时间很短 只有一个小时 总之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去点击一下这个连接 就知道了他们具体的时间 下面呢 我回答两位网友的问题 一位呢 是来自于那个欧盟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当然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什么国家我就不说了 因为呢 他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 这个国家也不大 如果我说出国家来 或许有关部门 能够把它定位住 所以我这里不说 你呢 就是说 你说已经快毕业了 你不想回去 另外你在国外呢 思想发生了变化 同时呢 也参与了一些线上活动 那么你害怕回去呢 你有一种恐惧 害怕中国政府呢 到时候知道你这些事情 会对你进行迫害 那么 你说你已经看了我很多的视频 看了时间也很久了 你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要我给你推荐一个靠谱的 在你所在的这个西方国家的 民运组织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告诉你呢 我呢 不知道 因为你们那个国家呢 说句老实话 我 我08年离开民运组织 在这之前 我也搞了大概有十几年 但是呢 你那个国家 我还真的 我知道有组织 但是呢 几乎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不知道现在还存不存在 我相信不太 已经没有了 你像伦敦 英国这么大都没有了 其他国家 我知道法国 德国可能还有一些 你那个国家呢 我估计找不到 但是呢 当然你也有你的目的 你说呢 好像你的理由要充足一些 要充分一些 但实际上呢 现在呢 如果你继续从事线上活动 就在网络上从事活动 这也是可以的 其实呢 中国呢 在国内呢 对网络上的意见人士呢 进行镇压 也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 你不一定非得要找 当然有最好啊 线上线下 街头活动 如果能加起来 又有照片 什么证据 当然是最好了 还有一个 也不一定非得要民运组织 如果你申请政治避难 使用的是政治观点原因 但是 你参加了某些的 宗教团体 而这些宗教活动 宗教信仰 是被中国政府给镇压的 啊 他们在国内是不允许的 那么 你去参加这些宗教活动的活动呢 也 效果也差不了多少的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国外的这些 被中共定为邪教的 往往他们在政治上 也是反共的 所以说呢 你可以说是因为宗教信仰 但是呢 他们有很多组织 实际上他们是反共的 比如说法轮功 啊 法轮功什么退党退团 等等的这些 啊 那个都是属于 我认为就是不是宗教 那是政治活动 还有什么全能神教会的那些 啊 说中共是大红龙啊 什么是魔鬼 撒旦等等的 这些 你难道就纯粹的百分之百 是宗教问题吗 不是的 它里面有政治因素在里面 啊 这个啊 我想你应该是明白的 因为你是一个学者 嗯 所以呢 我想你还是自己在你的网络上 或者你自己去找一些这些组织 嗯 通过这些 现在主要还是通过网络 好不好 这是我回答的这位网友的问题 啊 第二个问题 是 那个 也是欧盟国家的 啊 一个国家 我这里就说啊 是荷兰的 嗯 荷兰的网友呢 前段时间呢 有网友经常给我发 邮件 嗯 他后来批准了 嗯 那个 他呢 移民官呢 本来是拒绝他 好像后来呢 又又撤回拒绝了 最后又批准他了 嗯 他也给我来了邮件 嗯 他跟我说呢 他周围的几个朋友啊 凡是看过我视频的 他说都批准了 他说有一个小伙子还没批准 还在等待 那我这个就不说了啊 他现在还是 呃 经常到我的呃 视频上来给我点赞了 那么 呃 你这位网友呢 你说呢 我根据你这些材料呢 你跟我说的就是 移民官好像 你明明是使用的政治观点原因 但是呢 为什么他们老是抓住宗教问题不放 呃 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 即便是在英国在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 他有一系列的问题 他是属于格式化的 就是说他都要问的 呃 都要问的 呃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他一定会问啊 你这个宗教信仰是什么信仰 不管你有没有受迫害 但是因为联合国难民公约的这个 呃 五种原因里面有宗教原因 政治观点原因 所以他一定要问清楚 你是什么宗教原因 啊 有没有受过迫害啊 因为有的人呃 申请政治避难 他是两个理由 呃 政治观点原因 加上宗教信仰问题 那甚至有的还再加上种族问题 三个问题 他合在一块 当然啊 如果有是最好 但是其实我认为 只要有一个能够实实在在的 非常那个有说服力的 这已经足够了 当然你要有两个啊 三个 三个又何乐而不为 呃 所以他们呢 反复问你宗教问题呢 问题不大 但是你说的 你信的是啊 基督教的新教 那么这个教在中国 是不是被中国政府给阻止镇压的 这点呢 呃 我觉得呢 我不太有把握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这个参加 在国内参加 的这个教会啊 是属于地下教会 或者是家庭教会 或者是没有在当地的宗教管理局啊 登记的这些教会 也就是国家不允许的 他认为他是非法的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 去参加活动 那么你是有可能遭受迫害的 但是即便这样子 呃 这个不是太有利 因为在中国地下教会的教友 可能是上百万上千万 有很多 所以你不可能他每个人都 受到严重的迫害 以前我做过一个视频 就谈在中国的基督教 性地下教会的 会不会受到迫害 呃 我也说了一些 呃 应该注意视线 我都说了 但是呢 因为你已经跟移民官说了 你在宗教的问题上 你没有受到迫害 那么但是即便你这样说了 你也要告诉他 你应该呃 告诉他 我不知道你没告诉他 你这个教会到底是属于国家承认的 啊 政府承认的教会 还是你们啊 参加的是地下教会 或者家庭教会 是不被政府承认的啊 即便你没有受过迫害 但有没有受过骚扰警告 那在这个里面 你都是 还有空间余地的 呃 这一点呢 呃 我想你跟你的律师去说就行了 那呃 然后呢 你说你的政治关键原因 你说呢 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跟大家说你要积极参加 出国了以后 你如果想提高你的可信度 你想拿下你这个身份 你呢呃 你最好呢就参加呢 这个所在国的 比如说英国啊 或者荷兰 或者比利时等等 或者这些啊 德国了 法国了 这些国家 他们那些的活动啊 不管是政治团体活动 还是宗教团体活动啊 只要这些活动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你参加这些活动 如果你是积极分子 你回去都有可能受到迫害 这一点呢 呃 是肯定的 但是呢 你说呢 呃 移民官说你呃 那个政治观点回去 呃 那个 嗯 没有危险 这个呢 因为你没有具体的说 什么政治观点 什么政治原因在中国受到了迫害 这一点你没告诉我 啊 你没有说 所以呢 我不知道 你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怎么谈论的 嗯 但是有一点 我就是原则上呢 就是说 申请政治庇护 仅仅是你的理由 说对了 但是严重度还不够的话呢 也 那不是 就是批准率呢 也是很低的 因为很多人他只是说 啊 我在国内 在网上面 骂了共产党几句 骂了政府几句 然后当地的那个国保呢 请我喝茶去了 派出所所长呢 到我们家来警告我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是政治关键原因 但是 你没有生命危险 啊 你不会受到托弃 什么托弃啊 拷问 拷打 你不会被关起来 判刑或者劳动教养等等的 要严重 然后一个理由要对 还有一个情节要严重 严重到你有可能被抓起来 判刑或者劳教 嗯 这一点呢 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要你呢 我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在 荷兰 如果积极的 你说你参加了很多活动 如果这些活动 有这些新闻报道 第三方独立的这些报道 能证明这些 有这种行为的人回去 会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那么你也是能批准的 所以我的感觉 因为你在你跟我说的 这些这个内容里面 你没有提到 你有重大的失误 所以我的感觉呢 嗯 如果你上法庭的话 移民官虽然拒绝你 但是呢 移民庭的这个法官 我认为 他会批准你 呃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有这个感觉 那么我刚才说的呢 重大的失误是什么 是什么 呃 就是可信度的失误 让他觉得 你可能是在撒谎 那我举个例子吧 以前我有一个客人啊 他呢 呃 那个当时呢 是多少年前进英国的 他是实际上呢 他是五月份进英国的 但是呢 后来几年以后 他去申请政治避难呢 呃 然后他说 怎么怎么国内 怎么受迫寒 然后坐牢 然后最后呢 通过舌头怎么跑出来 呃 六月几号啊 到达英国机场 后来呃 什么什么原因 没有报难民 这个时间 他就查了一个月 实际上呢 他进入英国的时间 是五月份 但是他申请几年后呢 他把这个日资呢 他忘掉了 有些人你看了 他一旦事情没记住 他就很死咬尽 他就认为 就是六月份进来的 我问过他好几次 你到底你这个时间 千万不要弄错 他说肯定的 六月份进来 六月份进来的 最后移民官 因为你进英国 你有指纹 你有记录的 他们查出来 这个机场的是五月份 但是他的故事 他受迫害的故事 五月份 他还在监狱里面 啊 在劳动教养所里面 五月底才出来 然后呢 才怎么那个通过舌头 什么半到六月份 飞到英国来了 这样子就 时间就对不上了 你说你是 呃 那个五月份 还在监狱里面 还在劳动教养所 怎么我们英国的 海关记录的指纹里面 五月份就已经有你的指纹了 所以这个时间对不上 啊 当然了 很正常 因为很多人多少年了 他会犯这种错误 他时间记错了 呃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倒霉了 那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他批身份 那么如果你的时间 你不能说 呃 我年纪大了 我怎么很多人 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确实是记错了 但是由于你 你被他抓住这一点了 啊 实实在在的抓住 有证据的抓住了 所以呢 呃 就没有批准 当然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 后来呢 因为他 他有孩子 最后他还是拿到了 在英国 他还是拿到了拘留 啊 是两年半的 这种特许拘留 那两年半还是三年 那个时候 拿到了 嗯 那个他还是有 因为送不回去啊 你知道偷渡进来的人 很难送回中国的 嗯 最后他是拿到了 那么我这里举的例子 就是说呢 如果你犯了 类似于这样的时间 地点 人物的这种 呃 明摆的这个 对不上号的这种 互相冲突的重大错误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可信度呢 会大打折扣 但并不是说一定批不准 如果你能够给他合理的解释 让他相信你 这是一个属于人为的一个错误 记忆错误啊 这也有批准的啊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 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 就批不准了 不是这样子的 最后还是决定法官 决定权在法官手里 如果法官通过你的解释 他在看你的前面 后面的综合的来判断你这个事情 他有的时候他说 我接受这个解释 那就OK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是很难说 嗯 但是我在你的这个给我发的邮件里面 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重大失误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嗯 他只是说一些啊 你这个是有目的参加的 你那个是 那个不是太严重 这种就是工作工有礼 婆说婆有礼的啊 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啊 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被他抓住 这个所以我通过这一点呢 我觉得你在法官这个法庭上呢 你是有可能被法官批准的 而且因为你确实如果受过迫害 被被抓过的话 那么应该是能够批准的啊 嗯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